我還記得上星期耶倫未去到北京之前 《環球時報》的社評都是以觀望的態度 今天出的《環球時報》社評 耶倫已經結束了在北京的訪問 似乎論調子是挺好的 沒錯 相當正面相比於布林肯那次來說 是不可同日語語 比如我剛才說的早點也說到 你和那個怎樣去鋪排 會見什麼人呢 凡此種種都是看到不同的態度 這篇社評的標題叫做 希望耶倫的健康競爭 不單是美式 當然是說到耶倫在整個行業當中 總結來說就是中美是健康競爭 《環球時報》質疑 健康競爭是美國式 平等式 你不要用美國的說明 這個definition說健康競爭 你以為健康對我們來說是不健康 對 其實環球時報社評說 你看看訪問結束之後 雙方所發表的用詞是很接近的 一個是深日坦誠冒實 中方的說有具建設性 而美國方面坦誠有建設性 而且是挺全面的 而環球時報社評特別點出有幾個特點 有三大特點 這次是新點子 第一就是訪問行程是四天 是近年是少見這麼長的日子 證明雙方要談和溝通的話題很多 第二就是專業精神主導了這次雙方交流 因為畢竟耶倫是做事的人 不像以前那些意識形態 在這方面淡化了一些 第三就是展示了 大家很想落實元首共識的共同議員 其實元首共識這件事 布林肯都是強調的 不過很簡單 美國白宮整個議會當中 都是有鷹派鴿派 耶倫是屬於少數的鴿派 但是畢竟在鷹派當道 所以耶倫女士究竟可以發揮幾大影響力 特別環遲都是引述耶倫所說的 這句說話很熟悉的 世界足夠大 足以讓中美都能夠繁榮發展 就像習近平說過的 耶倫都回應其實世界這麼大 為什麼我們要持得這麼厲害呢 拜登總統和我並沒有通過大國衝突的框架 去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中美應該找到共同相處 和共享全球繁榮之道 我想北京很樂意聽到 挺正面的 尤其是世界夠大是容納得兩個大國 即是說 那個餅這麼大 我們分來吃也好 這個是言外之音 不過這樣 《環球時報》到最後 始終有部分傳言 就是你們這樣說 是你所謂的健康競爭 但是這個競爭是你說的 你會不會真真正正達到 中方所認為應該健康競爭 就是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呢 《環球時報》 這位主筆 現在不知道是誰寫的了 有關文藝的不足 綜合很多事情 外界有很多期望 不過這些期望 就像風中的蠟燭火一樣 不僅僅微弱 而且存在不確定性 風中的蠟燭 很容易一吹就熟了 即是說 我們先聽著 還要看看以後有什麼跟進行動 《環球時報》總結了耶倫女士 這次北京之行 我相信未來幾天 美國媒體 台灣媒體 都有些分析 今天又看看《自由時報》 今天說香港 是的 《自由時報》今天這個社論就叫做 悲哀的香港 幸福的台灣 有時都挺神傷 即是 海峽一岸 經常拿香港來比 特別在2019年之後 這篇社評好像似曾相識 為什麽 它基本論調 你知道《自由時報》都是一個論點 為什麽 上次總統大選 其實蔡英文的勢未必是穩勝 國民黨當時的勢也挺強的 但由於香港發生了反修例事件 於是整個形勢逆轉了 於是蔡英文就多謝林鄭月娥女士 是大勝 你好像幫她助選 她完全收割了香港運動的紅利 是的 經過了這麽多年之後 另一場總統大選 接下來 《自由時報》就拿出這面鏡子 為什麽無端端又拿出 也不是無端端 因為最近剛剛有兩件事發生 《自由時報》 我就覺得它真的有些借題發揮 第一就是 香港警方國安處通緝8個人 這8個人是按照《港版國安法》 而且作出一個原相 第二就是 立法會極速通過了改革地方行政 即是區議會的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削減民選議席 又重設委任議席 這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之下的一次改變 對台灣來說 又樹立多一面鏡子給你們看 這就很特別 給你看 阿盟好 美國好 都有些回應 對此有很多質疑 反對等等 台灣就不同 特別就是民進黨的喉舌報 就更加利用 你看看又有兩大例子 說明什麼呢 說明了他很了解習近平 這個就是習近平 他都對權力那種要掌握 或者他那個復興民族的夢 是不會容許你擁有什麼民主自由 如果台灣有些人 其實他都在遞國民黨 你就走近他 你看看香港 讓你看到有板 以前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事分單位 現在就變了負面單位 他就說香港是經過成為 英國殖民地之後 《自由時報》社評這樣說 在英國殖民地的年代 香港是中國化外之地 在帝國主義治理之下 由貧窮的漁村變成 國際的自由港金融中心 閃閃發亮的東方之珠 一說回歸之後 一切都變了 香港在一國兩制50年 不斷馬照跑舞照跳之下 最後演變成為有中國特色的 南方港都 這個就是變化 你們台灣 即是我們台灣人 以《自由時報》的立場去看 你們現在有眼睛看 即是台灣的港都 高雄叫港都 香港以前叫自由港 現在淪為中國特色的南方港都 這個就是《自由時報》 賦予香港新名詞 即是說他主要都是為了選戰 即是說你國民黨走近 跟中國談談談談 他最後都吃了你 所有承諾都會違背 拿回香港最近兩天的例子 成為他助選的燃料 是的 的確是的 我對台灣新一代 或者民進黨來說 香港現在是最好說的 即是每一個朝代 或者每一年 都總有新意 譬如今次拿完賞100萬 各通緝8個人和區議會 就正正告訴你們 如果你談 現在什麼都答應你 但到後來慢慢暗到陳倉就變了 而事實上 跟整個世界的潮流 《自由時報》就說不同了 現在整個世界的民主潮流 是擴中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主流趨勢 不單止反對中國的外交軍事經濟脅迫 更加在經濟上要打破 這個也正重很多台灣商人 不要這樣搞 大陸有很大的市場 你想想這個市場的幻想 人家全世界開始在做風險化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的選民所面對的那個 的掙扎都在 你沒有可能 就好像兩者都堅備到 就好像一種選擇 而民進黨的喉舌 他們說整個競選工程 都是建基於在這裏 我們投向美國 其實投向這個世界普世價值 有很多西方民有的支持 而國民黨或一部分台灣人 看到你這樣只會 加速了中國去武統台灣 造成了生靈淘汰 兩者之間其實都是一個預設 沒有人知道結果如何的 但是你怎樣去選擇這個選票呢 你看完《自由時報》 就會覺得台灣人沒有什麼選擇 《自由時報》在社評最後一段的 頭一句 真是令到香港人都不知美而 他說 香港遠撞如同末日啟示錄 是不是這樣想呢 你自己想吧